你的談判你的這個處理 真的是一流高手無敵鐵金剛一流高手 那麼賣了如果今天再讓他順利賣出去 那他從全民所取得的這個不義之財 就將近六百億了 如果說這個不還給全民社會還有公道嗎 如果他還給全民把這個黨場吐出來 我想中小學營養午餐 可以辦好幾年 可以辦好幾年 不義之財吐出來 我們的國民中小學的營養午餐 就可以辦了好幾年 現在我要跟各位說 其實他真的由我們全民的財產拿出來 像中華立法 他也賣了 中華日報松山路 他那時候取得也是低價取得 他結果 不是 他就是 可能從日產那時候接過來的 賣了多少 賣了四億一千塊 國有財產局不符提出控告 現在97年已經 11月19號已經判決決定 這個屬於國有財產局 國有財產局勝訴 要把這個財產吐出來 那另外還有中營的中央電影公司 中央電影公司 他也是當時在處理三中 中央電影公司 他從 就是說國民黨到台灣來以後 從日產接收19家的戲院 其中11家就到中央電影公司 所以當時國有財產局也提出控告 所以你這個11家的這個 你現在要賣的11家的這個戲院 都是屬於國有財產局的 我們屬於國家的 也就是屬於全民的 現在這個還在訴訟中 還在訴訟中 所以像這個有爭議的財產 屬於我們國家的財產 屬於全民的財產 結果他們在這幾年賣掉多少 我們財產受邀請回 我們要求要把它吐出來 如果沒托出來 這樣會有功德 國民黨這樣的巧取豪奪 獲得的不義資產 你應該要還給全民 這是我們今天的要求 那今天大家都在注意 ECFA昨天的簽訂 但是今天國民黨偷偷賣出 還是屬於全民的財產 今天就要開標了 所以這個你看大家 把注意力再灌在那裡的時候 他要偷偷賣出他的財產 我希望大家能夠注意這一個訊息 那在這個地方 我們也希望這個全民 以前我們有這個資料 我們都是從那個全民 討港長大聯盟 他是來的資料 以前的資料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對跑這個黨場 應該要共同繼續來努力 謝謝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一個主政黨在主政過程中間 他的黨產一直增加 這個民主民高 國庫通黨庫都非常清楚 不然錢從哪裡來 一個在主政黨 這個民主政黨 執政那麼多人的 怎麼可以有黨場呢 所以這裡面 每一筆都是不義之財 沒有什麼有爭議 沒有爭議的 法律自己在定 定成說 我不是用搶的 我是經過轉一個程序 你有同意什麼等等 我有一塊錢跟你買 這叫沒有爭議啊 所以這個 一個主政黨在執政的時候 增加黨場 當然每一筆都是不義之財 都是從人民偷來的 所以這樣還給全民 第二個 拖哪個錢幹嘛 不是買人 就是喬啦 就是買票 不然的話不好聽 也在控制媒體啦 說買媒體 這樣子的經驗之下 怎麼會有公平的 民主政治呢 所以黨產是破壞民主政治 最大的問題 第三個 今天都在講愛之病沒有 這個 這個 有一點好像毒品啦 黨產有一點好像毒品一樣 吃了會上癮耶 叫他拿掉他拿不掉 所以一直吃 假裝說我要戒品 沒有啦 還是沒有戒成功 戒了好多次 所以這好像毒品一樣 這毒品吃久了以後呢 得愛之也是會抵抗力不好的 所以雖然有那麼大的黨產 還是會失掉 為什麼 因為依賴黨產太厲害了 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這黨產應該發給人民 這樣子的話 可以讓國民黨的體質 比較健康一點 比較公平競爭一點 第四 剛剛那個翁委員講的 所以他都把很便宜買來的賣掉 這是高招沒有錯 但是更高招是把很貴的東西賣很便宜 馬鈺子在做主席的時候 賤賣黨產 偷賣黨產 賜賣黨產 宿賣黨產 賣兩塊 由希坤主席那時候去告他 所以一百多一百多幾億的東西 你怎麼賣了幾十億而已 怎麼會三十億而已 錢到哪裡去 那錢到那去 大家應該去好好的追一下 是到了瑞士呢 還是到了林間友人呢 幹嘛 為了掀起要用 果然 五都掀起到了 又要賣黨產了 那這個賣黨產裡面 真的是賣了以後呢 錢很多進到黨庫 趙哥那是黨工嗎 沒有 黨工吃不到的 他是賤賣 為什麼賤賣 商品界的錢存在哪裡 商品界的錢存在哪裡 所以這個部分 國民黨這樣子苦搞亂搞 人民如果不出來跟他追討黨產的話 會破壞民主制度的運行 非常沒有公平的在比賽 好像喔 我們民主制度不動 是騎著我們車的啦 他們塞賣賣的啦 這怎麼比呢 這五都怎麼比呢 那我們這 旁邊跑 旁邊跑 旁邊騎啊 讓他開被子啊 對不對 還好龜肚曬跑 有時候他在路上拖來 為什麼 吃香喝辣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黨產太多 吃香喝辣 改成全民共享營養的餐 謝謝 謝謝